美軍近期在地區內頻頻襲擊 野文胡塞武裝和伊拉克民兵組織 這會對地區局勢產生怎樣的影響 來看專家的解讀 美國軍隊最近兩天在伊拉克 對伊拉克民兵的襲擊的力度在上升 那麼美國軍隊在野文對胡塞武裝的攻擊 也在加大頻率 這說明現在加沙危機 外溢的範圍在不斷地擴大 對於伊拉克的民兵和胡塞武裝來說 一方面它是要撤影哈馬斯在加沙的軍事行動 另外一方面它又都有自己的目標 對於伊拉克民兵來說 過去十年伊拉克民兵一直先把美軍從伊拉克趕出去 因為現在美國軍隊在伊拉克 還有2500人的駐軍 伊拉克民兵在過去十年不間斷地 來襲擊美軍的軍事基地 就是要對美軍施加壓力 最終目的就是要把美軍趕走 胡塞武裝在過去差不多有十年時間 反美和反以色列一直是胡塞武裝的一個 主要的意識形態支柱 所以它是要通過反美來增強它自己在國內 和地區的合法性 那麼對美軍來說 美軍本來是不顯在捲入中東更大的軍事村土 所以美軍是要防止加沙村土外溢 但是為了支持以色列 所以美國不得不和胡塞武裝和伊拉克的民兵進行博弈 這樣的話美軍和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之間的矛盾 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趨勢 所以未來一段時期 中東地區的形勢還會更加複雜 那麼一方面是加沙危機 讓伊拉克的局勢和紅海的局勢在升級 另一方面美軍的介入會讓局勢更加複雜 也會讓衝突更加長期化 順便說